第41章产妇呢? 烧山火最早建于金针妇 金针妇曰 烧山火,致完马冷臂,先浅后身,反九阳儿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指,紧闭插针,除含之有准 针刺的手法可以分成补鞋两种,细分的手法就有很多了 其中烧山火和透天粮食大补和大卸的手法,效果特别好,见效特别快 但是掌握很难,而且几乎没有多少传承了 所以历代一家在未知着迷的时候,也常常会困惑 甚至有许多中医认为这两套手法根本不存在 这种手法就跟武侠小说里的真气内功一样,都是前人一想出来的 但是他们也没想到,居然现场见到了这样的手法,还是在这个年轻的小医生身上 他真的能把效果做出来吗? 大家都有点不敢相信 前老爷紧紧盯着许阳,眼中露出期待之色 许阳问产妇 有没有感觉到这里发热? 产妇道 开始有点热了,但不是特别明显 许阳又赶紧用了上述一套手法 这次真次人步的时候,产妇就急忙道 热了,我手好热,身上也热了许多,感觉有力气一些了 众人都是一呆 产科的赵医生也看得一猛 我靠,真的假的 刘院长也瞪大了眼睛,这么厉害吗? 许阳微微汗手,继续用着烧山火的手法,带手法用壁 观察患者的呼吸,然后随着产妇吸气缓慢知识将针拔出 然后赶紧用手门住了针穴 许阳问道 现在感觉怎么样? 产妇像是回复了不少力气,他回道 感觉我手上有一鼓鼓的热气涌出来,身上也热了起来 好 许阳应了一声 产科的赵医生有点不幸,上来摸了摸产妇的手,又摸了摸另外一只手,发现针刺过的手的确比另外一只手热,他用手都能感觉出来了 赵医生有些惊愕了,还一脸猛逼,无法理解啊 不说他了,那些看着的中医专家也都呆了 钱老微微汗手 许阳见真的做出烧山火来,他也松了一口气 他现在做出来的成功率有70%的样子,这就不算低了 他也是见到产妇的气感很强,才决定直接上烧山火这套手法的 效果好啊,见效快啊 这是急症啊,再这样拖着,产妇和胎儿都会有危险的 许阳门穴之后,稳定了 他如法炮制,在产妇另外一只手的河谷穴上,也用了烧山火的手法 手法完毕,许阳再次门穴 这一次,产妇的反应就很强了 产妇说 热了,我全身都感觉到有热气涌上来了,好舒服啊 他生一整天了,早未折腾得精疲力尽,也被弄得烦躁不堪 这会儿终于有舒畅的感觉了,他感觉自己力气都恢复了不少 赵医生则是彻底看呆了 中医专家们也面面相去 产妇老公,那黑皮男子也双手紧紧抱着拳,紧张且激动地看着许阳 许阳见产妇浑身有热感了,就松开了他的真血 然后拿了一个酒精棉出来给患者消毒,他要针刺三阴胶 许阳选中穴位之后,对患者说 跟刚才一样,嘴巴吸气,鼻子呼气,不要刻意,自然吸气呼气就可以 许阳看着产妇呼吸,随着产妇吸气知识他用舒张压手法,不拧不转缓慢地将针直接进入了地步 这种进针方法有个俗名叫偷针刺法 跟烧山火不一样,烧山火是天人第一次三步,是由浅到深的 而透天良则是相反,是地人天,由深到浅的 许阳将针刺入的步,右手扎针,左手后气,带针下沉紧之时 将针及提人步,再将针间由人步刺向你不由感应的部位 许阳也一直在问产妇的感觉 产妇现在对许阳信任极了,有问便立刻回答 许阳轻插集体六次,手法跟烧山火是相反的,他问 有没有感觉到凉凉的感觉 许阳心中也有些紧张,因为透天良手法比烧山火难 他的成功率在63%左右 不过这次,产妇的气感特别好,产妇道 有,那一块感觉有点凉了 众人看得惊恶 好 许阳应了一声,然后用刮法手气,然后将针及提天部 再次,从天部朝着人步有感应的部位,慢插,集体六次 手法用臂,许阳随着产妇呼气而将针拔出 这一次就没有按住针穴了 产科的赵医生也过来探了探皮肤温度 这就没有刚才明显了 许阳又对着产妇另外一只脚的三阴胶穴位 用了透天凉的手法 一套坐下来,针臂,拔针 许阳看了看产妇的情况,微微皱了皱眉,她又取了爱荣出来 准备爱酒制阴学,制阴学是足太阳膀胱经的景学 是矫正胎胃和催产的经验校学 许阳刚把爱荣取出来,正准备做爱酒呢,却见产妇突然捂住了肚子 痛苦地叫了起来 我好疼 好疼 黑皮男子一下子慌了神,赶紧跑上来了,焦急喊道 凤啊,怎么了,怎么了 不是一直都不怎么疼,怎么治着治着还更疼了 怎么了,这 怎么了 让一让 产科照医生把黑皮男子一推开,赶紧检查一下 她惊喜道 呀,齿骨开了,快,快推产妇进产房 护士们赶紧上来忙活了 拔醉师看了看,搓了搓手,怎么感觉好像没自己什么事了 许阳也神情一松,焦谷终于开了 钱老爷满意地对许阳点点头 后头那些中医专家们的脸色都有些复杂 看着许阳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刘院长看了看手表,惊叹道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15分钟就用了15分钟了 许阳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她之前只在针灸练习室里面做过急诊 现实中,还是第一次 黑皮男子这才终于回过神来了 她激动地看着许阳 有黑的脸上立刻浮出黑红色 她浑身颤抖,激动的脸话都说不出来了 竟然对着许阳扑通一下就要跪下去 许阳吓一跳,赶紧上前扶住了她 没让她跪下,许阳可受不起这么大力 其他中医的脸色更复杂了 产科的那些医生和护士们看许阳 眼神也不一样了 尤其是那些女护士们 医生是靠手艺吃饭的 吹得再厉害不算本事 实实在在地疗效才叫能耐 许阳用针灸证明了自己 也证明了中医 让让,让让 外面传来大呼小叫声 刘明达一边跑 还一边快速扇两手上拿着的药 刘明达冲进诊室的时候 脑子顿时一猛 哎,产妇呢,去哪儿了? 第四十二章收图 产妇最后顺利生产了 是个大胖小子 黑皮男子和产妇对着许阳千恩万谢 孩子六斤六两 他们非要许阳给起个小名 许阳无奈之下给起了小六 组成666的意思 而前面那位子宫肌瘤的女患者 又跑回来找他们治疗了 能不手术 谁愿意开刀啊 哪怕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手术 许阳他们也有些哭笑不得 许阳给人家开了方子 也做了针灸 后续让他在线医院里看就行了 不放心的话 可以去BZ找他 而刘明达则是有些气馁 他没赶上烫啊 这就是真药的区别了 虽说刘明达已经无火极尖了 可在快也没有用针快啊 这事儿一出 许阳立刻就在线医院里出名了 好些医护人员都让许阳给诊诊卖 女护士们更是给许阳端茶送水 还拿水果给他吃 刘明达气得呀 两瓶逍遥玩都解决不了 一直到傍晚 医院下班了 他们下基层的这一天诊治也结束了 吃完饭要回招待所了 许阳和刘明达陪着前老慢慢往回走 等一下 后面突然响起了呼声 许阳几人都扭头看去 见识产科的赵医生跑了过来 几人都是一愣 赵医生快速跑到了几人面前 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 那个 前老问 赵医生有什么事吗 赵医生忙摆手 不敢 不敢 就是上午 我 我这说话不经过大脑 容易得罪人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前老呵呵笑了两声 摇了摇头 不要紧的赵医生也是为患者考虑 也是出于负责任的心态才会那样说的 换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 怕是早就不管了 赵医生挠了脑脑袋 不好意思道 您夸我了 不过今儿我真长见识了 中医真是这个 赵医生竖了个大拇指出来 我以前觉得中医就是调养调养身体 治点不痛不痒的小病 几个月也不一定见效 使我无知了 许医生 你是真厉害 赵医生又给许阳竖了大拇指 许阳微微一笑 回道 您客气 中西医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刚才这种情况 中医正好能发挥自己的优点 能顺产对产妇和胎儿都是好事 可若是遇上确实无法顺产的情况 那就只能剖公产了 那就不是中医的优势了 所以我们应当多多交流才是 互补不足 是 是是 赵医生不停点头 前老也看了看许阳 微微汗手 赵医生客气一番之后就走了 也约好了到时候去BJ找许阳交流 许阳也爽快地答应了 世界卫生组织对一个国家剖公产率的红线 定在了15% 而中国却是一路飙升到46% 稳居世界第一 接下来的几十年都是剖公产的快速上升期 所以赵医生一看难产了 就要求剖副产 这也很正常 一直到很后面各地才要求尽量顺产 回到了招待所 许阳和刘明达把钱老送回房间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钱老突然说话了 不着急走的话 坐会儿吧 许阳和刘明达对视一眼 然后找了椅子坐了下来 钱老确实没坐下来 他背着手在房间里面来回走了两圈 紧皱着眉头 他道 算了 还是下去走走吧 说完 钱老打开了房门 走了出去 许阳和刘明达有点奇怪 不知道钱老在搞什么 但还是跟了出去 钱老下了楼 在招待所外面慢慢走着 钱老走在最前 许阳和刘明达跟在后面 天慢慢黑了下来 钱老慢悠悠说道 你们俩对今天的事有什么想法吗 许阳和刘明达又相互看了一眼 刘明达对许阳道 许阳 要不你 许阳一眼就看穿了刘明达的套路 又想大喘气 许阳压根不理他 刘明达话音都撑了半天 最后才无奈到 还是我先说吧 主任 今天这两件事吧 其实就是一回事 就是他们对中医疗效不认可 就算是产妇他们 也不过是不敢做手术 又觉得我们中医诊疗费便宜 才坚持要我们诊治的 他们也一样是信不过我们的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 努力提高临床疗效尾 我始终认为 疗效才是硬道理 能取信于患者的只有疗效 前老没做评价 甚至都没回过头来 他又问 许阳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许阳则道 其实我倒不会因为他们对中医的不信任而生气 让我有些气馁的是我们中医自己 刘明达扭头看许阳 有些不解 许阳对他说道 你去煎药了 没有看见 前面产妇的丈夫因为我年轻 不信任我 想找别的专家看 可是他们 刘明达也顿时脸色一沉 摇了摇头 钱老在前面也叹了一声 说道 凡大医治病 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履及凶 苦惜生命 贱鼻苦恼 若即有之 钱老停下了脚步 抬头看着已经昏暗的傍晚天空 他悠悠而叹 语气暗淡 中医传承千载 就死扶伤数千年 扶危机困千载有余 史上的那些名医大家 哪个不是于最紧急关头 展观夺门 与阎王在分号之间争过性命 可时至今日 竟无中医感治急症重症了 系数历代 自中医诞生之日起 何曾有过今日这般局面啊 今日之中医 何才能成为是一个完整的医学啊 难道我们现在的中医 竟无医人 能治急症重症了吗 刘明达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是心里憋屈的厉害 世人都觉中医是调养身体的慢郎中 每几个月都见不到疗效 急症没他们的份 重症也没有他们的份 他们就像是游走在医学边缘的保健营养品一样 何其的屈辱啊 这怎么能说是一个完整的医学呢 许阳忍不住道 还是有的 许阳本想说的 可是系统却突然警告了他 前老闻言则是转过身来 他紧张地问 谁 许阳扭头望着西面 似乎要望穿山河千里 看到那位满头银发可敬的老中医 他语气感慨 总有 中医的脊梁 在的 但愿吧 前老只觉得许阳是在感慨 他看着两人 认真地说道 不过你们两人的表现 却让我看见了些许中医的希望 不知道 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学习医术 第43章 为了引起您的注意 最后许阳和刘明达都拜了前老为师 许阳是师兄 前老破例收了两个徒弟 其实这也是应有之意 毕竟在之前那样的环境下 只有许阳和刘明达两个人站了出来 下基层还有最后一天 第二天诊治过后 他们跟县医院里的同志们开了个会 就回去了 县里的医生还有些不舍 产歌赵医生还拉着许阳喝了好几杯酒 约好了一定去BJ找他 回到BJ之后 许阳和刘明达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了 他们两人拜师的事情并没有公开 但是院内的人心里都有数 因为这年头还不能明目张胆说拜师这种事 不然就成拉山头搞老封建了 是要惹麻烦的 所以许阳和刘明达一直是叫前主任的 私下的时候偶尔会叫老师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年一年过去 许阳和刘明达非常出色 两人进步非常快 诊治的疗效非常好 患者也很满意 所以很快 两人就在BJ城里有了些许小名气 好多患者都是奔着他们俩的名字来的 这也让钱老欣慰不已 只是许阳稍稍有些遗憾的是 他上次回去也没能找到刘明达教授的爱人是谁 所以现在刘明达问他 许阳一时哑口无言 后来被逼得没辙了 许阳就随口说了一句是那刻的护士王家 刘明达这祸还真信了 和这上次耍流氓没过意 他又去找人家了 许阳真是心里有点虚了 让他更虚的是 跟他们同期的妇科女医生徐晓琴 莫名其妙喜欢上了他 这刘明达还真是有点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气势 经过两年多的不懈追求 刘明达终于抱得美人归 两人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 全愿欢庆 钱老也高兴地喝了喜酒 许阳也忠心地为他祝福 又是一年 刘明达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做父亲了 而在孩子出生不久之后 86岁高龄的钱老终于退休了 钱老是苏州人 这次他退休就要回苏州老家一养天年了 许阳和刘明达去火车站送他 月台 钱老的家人已经把行李都拿上火车了 钱老还没上去 许阳和刘明达与钱老道别 钱老扶着月台的铁栏杆 看着许阳和刘明达 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怎么了呀 愁眉苦脸的 我这是退休 终于可以歇歇了 不值得高兴吗 许阳和刘明达都低下了头 心里满不适滋味 刘明达抬起头 揉了揉自己发酸的鼻子 对钱老道 就是 不舍得您 您怎么就要回苏州了呢 钱老笑着摆了摆手 我呀 就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 早不习惯BJ的气候和饮食了 现在老了老了 终于能回老家了 想着能尝一碗老家初夏的三虾面 别提多开心了 我想这一口啊 想好些年了 这一辈子病了 现在终于能歇歇了 回老家逛逛街 养养鸟 去茶馆喝杯茶 再听几段平谈 这样的生活多惬意啊 怎么还不让我舒服几年了 刘明达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不是 就是挺舍不得您的 钱老笑了两声 想我了 就来苏州看看我 到时候带你俩去吃大闸蟹 嗯 我们一定尝去看您 刘明达用力点头 许阳却是低着头 一言不发 钱老看了看许阳 突然说 许阳 你的个人问题 可要赶紧解决咯 你看刘明达都当爸爸了 你还没个对象呢 许阳却还是低着头 不肯抬头 刘明达看了看许阳 然后他对钱老道 老师 您放心 我会监督他的 我会撮合他跟许小琴的 好 钱老含笑点了点头 钱老看了看两人 又微微叹了一声 满怀感慨地说道 回去吧 还得上班呢 咱们可是有你们俩在 我很放心 我也该安心退休了 回去吧 我也该上车了 钱老朝着两人挥了挥手 看了一眼低着头的许阳 然后转身往火车上走 钱老的家人掺住了钱老 慢慢往前走 快上车的时候 一直低着头的许阳 却突然抬起了头 发出了呼喊声 师父 钱老一只脚都跨上 火车车门的台阶了 听到这声 钱老立刻转头看去 却见许阳早已泪流满面 师父 许阳又大声喊了一声 然后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 火车站里的人都惊呆了 所有人都在看许阳 车门边上的钱老也赶紧擦了擦自己的眼角 绷紧了脸 又对着许阳挥了挥手 然后一用力爬上了火车 许阳曾经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已经完了 是钱老给了他第二次机会 让他还可以做一个医生 还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中医 所以许阳一直是把钱老当成师父的 这一生和这一跪 都是迟来的拜师礼仪 钱老回了苏州老家养老了 许阳和刘明达每年都会抽空过去看他几次 只是他们的工作真的很忙 这两人的名气越来越大 来挂他们号的患者也越来越多 两人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间 不过无论多忙 两人都还保持着白天治病 晚上看书的习惯 又是四年过去 刘明达的孩子幼儿园都快毕业了 许阳还是单身一人 这让刘明达揪心不已 医院里的人甚至都以为许阳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跟许阳他们同期进妇科的许小琴 一直喜欢着许阳 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结婚 就是在等许阳 刘明达也劝过许阳好多回 许阳跟许小琴聊过这事 明里暗里拒绝了很多次 可是许阳不结婚找对象 他也终究不肯死心 许阳也没了法子 许阳只能说自己不想结婚 许小琴却还一直痴痴地等着 许阳和刘明达的表现一直很出色 院里也打算给他们提升职务 便是在他们快升职的时候 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钱老要过世了 两人立刻放下了手上的所有工作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苏州 许阳和刘明达急急忙忙冲到了钱家 钱老的家人告诉他们 钱老等他们很久了 两人赶紧跑了进去 钱老靠在床上 面色有着不正常的红润 见着两人来了 钱老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两人赶紧扑上前 抓住了钱老的手 师父 师父 两人眼眶都含着泪 钱老抓着他们的手 笑着说 你们 来了呀 两人都用力点头 钱老又笑着问 请假了没有呀 别是偷跑出来呀 小心被扣工资啊 两人看着钱老 眼眶有止不住的湿润 钱老看了看他们 摇了摇头 哭什么呀 都是大人了 让小孩子看见笑话你们 以前我骂你们两个臭小子的时候 你们都没哭呢 刘明达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是不停地擦着眼角 钱老笑了一笑 突然呼吸声变得粗重起来 喘气如牛 头上也出了如油一般的汗水 钱老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 他喘着粗气说道 气喘如牛 出汗如油 这是到大线了 师父 刘明达悲痛地叫了起来 别哭 钱老抓紧了刘明达的手 许阳哽咽地问道 师父 您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吗 钱老缓缓摇头 喘着粗气道 许阳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封闭自己 以后 别老把自己关起来 多笑一笑 多看看身边的人 钱老抓紧两人的手 慢慢说道 我 这一生最骄傲的事情 不是我治了多少病人 而是 有你们两个优秀的徒弟 那样 我对中医的未来 也可以多放心一些了 刘明达和许阳 皆是泪流满面 钱老毛子的光芒 渐渐暗淡了下去 他用最后的力气问 许阳 我一直有个问题不知道 当年分配根师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打自己一个巴掌 真的是在打蚊子吗 许阳明明是泪流满面 却突然笑了起来 他道 那还不是为了引起您的注意啊 喝 喝 钱老猴头里面发出了两声笑 嘴巴慢慢咧开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他的嘴角最后挂着一丝满足的微笑 第44章 岳母上门 钱老走了 许阳和刘明达都怅然弱失了许久 在参加完师傅的葬礼之后 两人回到了BJ 院里打算提拔一个副科副主任 打算在许阳和刘明达两人中选一个 许阳去找了院领导 主动提出放弃这次机会 跟院领导聊完之后不久 刘明达就坐上了副主任的位置 许阳还是一样上班看病 下班看书 过着简单枯燥 却乐在其中的日子 只是许小琴还在等他 在刘明达当上副主任之后 没过几个月 许阳在诊治完一个认身身养的患者之后 微微叹息了一声 因为他的第二次根湿时间到了 第一 第二次根湿学习时间结束 妇人病的根湿学习结束 传承人将回到现实世界 系统发来了提示 许阳把患者请出了诊室 他目光有些惆怅 他问戏头 能给我一点时间告别吗 第一 告别时间五分钟 许阳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脱下了自己的白大褂 穿上了一件西装 他转身戴上了门 他上了楼 去到了楼上的一间诊室 这诊室是徐晓晴医生的 许阳站在诊室门口 徐晓晴正在给患者诊治 许阳微微叹息一声 他来的时候是1978年 现在是1986年 足足八年多了 这姑娘也等了自己八年 许阳并不是真的回到了过去 他就像是从湖面上飞过的一只鸟儿 水面上有的只是他的倒影 他从来没有在水里过 等他飞跃过后 所有人都不会记得他的存在 正如系统所说的那样 他改变不了任何历史 他能带走的只有经验和医术 而且他在根湿时空的一言一行 都受到系统的严格限制 他不被允许做其他事情 他只是湖面上的倒影罢了 许阳不知道 曾经的徐晓晴医生 是为什么会八年不嫁人 但是在这里 他却是为了自己耗费了大好青春 许阳很惭愧 许阳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 为什么会有这么轴的人呢 许晓晴正在给患者诊治 见着许阳突然站在了门口 他抬头就是一愣 许阳也不顾诊室里面的患者 大幅走了进去 在许晓晴无比愕然的表情中 他抱住了对方 许晓晴整个人僵住了 许阳在许晓晴耳边轻轻说 抱歉 许晓晴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那个患者也傻眼了 现在医生这么奔放的吗 而许阳却是对着许晓晴笑了笑 转身出门了 许晓晴突然感觉心中一紧 像是要彻底失去什么似的 他赶紧冲出了门大叫了一声 许阳 许阳去了刘明达的诊室 刘明达也在诊治病人 许阳站在诊室门口 朝里面喊了一声 刘明达 刘明达正在给患者诊脉呢 突然听见这一声喊 他愕然抬头 见是许阳 他疑惑问道 怎么了 许阳对他笑着说 出来一下 刘明达问 啊 什么事儿 我这儿还有病人呢 许阳又道 出来一下 刘明达皱着眉头 对患者说道 同志 稍微等我一会儿 刘明达起身出来 走到走廊上问许阳 怎么了 什么事呀 许阳对他笑了一下 说 没什么 就想给你一脚 啊 刘明达站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什么玩意儿 许阳又重复了一遍 给你一脚啊 刘明达猛逼了 什么意思啊 许阳道 我不说了吗 给你一脚踹 以后可就没有踹 刘明达教授的机会了 我也不怕得罪你 反正你也不会记得我 刘明达脸都皱一起了 什么 什么呀 什么呀 什么教授 什么不记得 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许阳大声道 不用听懂 吃我一脚 许阳飞起来一脚 就踹在了刘明达的屁股上 哎呦 刘明达捂着屁股 大叫了一声 他也没想到 都三十好几的人了 许阳还这么不正经 你干什么 刘明达大叫了起来 许阳一把上前熊 抱住了刘明达 然后用力捶了捶他的背 他双眼红彤彤的说 很高兴认识你 刘明达 许阳 刘明达难难出声 话还没出口 却感觉身前一空 刘明达环顾四周 可这走廊上哪里有人啊 咚咚咚 许小琴也从楼上冲了下来 刘明达和许小琴两人面对面看了一眼 皆露出了茫然之色 天亮 睁眼 许阳常常地叹息了一声 现实中只睡了一个晚上 可在那个时空他却是待了八年多 许阳靠在床上 缓了许久许久 他突然感觉有些疲累 在这里 没人知道他是前老的徒弟 明漫天下的刘明达教授 也不会记得 还有他这样一个好朋友 许小琴医生 嗯 他不会还没结婚吧 许阳苦笑一声 起了床 取冲了个冷水澡 出来之后 脑子才清醒一些 许阳看自己的数据 中医传承系统 传承人 许阳 年龄 28 医术评价 总体 姓林高手 真九 玄乎济世 妇人病 玄乎济世 医德评价 呦 许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现在医术总体停价是世纪专家 对妇人病的诊治和真九技术 是省级专家的级别 不过 现在的刘明达教授 却是大国手级别的妇科名医 不过想想也就是然了 自己在1986年就回来了 刘明达教授 却是比自己多了30多年的临床经验 从省级专家到国手之间 无疑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阻拦了无数人 许阳也不确定 自己是不是一定能跨越 也不确定自己到底需要多久才能跨越 不过想想 许阳也洒然一笑 他虽然在那个时空里待了八年 可这里他却是只睡了一个晚上啊 一个星期前的他还是什么都不懂 只会开四五趟的中医学徒 而现在 他却已经是省专家级别的中医临床高手了 第三次根湿模块加载中 缓冲时间 十年 许阳都无力吐槽了 系统这什么破烂德行啊 许阳摇了摇头 不再管他 反正许阳对张可的能力有着密之自信 一晚上就给干掉了五年 还送了一次针灸练习式的机会 这种战绩谁人能敌 自己只管看病 对付系统这种操活儿交给张可就是 许阳收拾了心情 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 他看着镜子中年轻的自己 双手拍了拍胸脯 振奋了一下精神 就出门上班了 明星堂诊所 早 可可 许阳对着张可露出了笑容 张可也看得微微一呆 许阳之前可是很少笑的 他怎么现在笑容越来越多了 早 张可也瞎意识应了一声 许阳微微汗手 在自己座位上坐了下来 拿出了本遗书 慢慢翻看了起来 神经泰然自若 嘴角也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张可疑惑地看了许阳好几眼 怎么感觉一个晚上过去 许阳又变得不一样了 但是具体哪里不一样 张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感觉这个人 好像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了一种逼气十足的味道 张可歪了歪脑袋 不明所以 今天宋强倒是一直没来 他迟到了 早上来了两个女人治疗妇人病 现在的许阳可是省级专家 对付这些不复杂的病症 自然举重若轻 轻松血液 患者也很满意 张可数前的时候更满意 一直到十点来钟的时候 宋强还没来 但是却来了另外一个中年妇女 那中年妇女打量了一下明星堂的招牌 然后走了进来 她倒是没问别的 就是一直在打量店里的陈设 张可问道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那中年妇女回道 哦 我找许阳医生看病 许阳抬起了头 看向了那个妇女 那中年妇女这才看向许阳 在看见许阳的脸 她也微微错愕了一下 同志 请坐 许阳指了指凳子 她一时间还没把称呼改过来 好 中年妇女点了点头 妈 门口传来一声尖叫 张可文声看去 顿时眼前一黑 玩犊子了 是小章鱼 你妈 岳母上门啊 许阳也看了过去 她一时有些迷惑 这女同志是 哪位 第四十五章 许医生 稳如老狗 不是许阳无情啊 她在那个时空里面待了整整八年多啊 她哪里还记得 八年前看过的一个普通的病人的模样啊 咦 你怎么来了 章鱼太后率先问小章鱼 小章鱼跑进来 拉着他妈 小声又焦急的说道 你干嘛呢 我还没问你呢 你来干嘛 章鱼太后露出了微笑 我呀 我过来看看 小章鱼脸上堆满了别扭还有尴尬 她时不时的看一眼许阳 生怕许阳有别的想法 但看见许阳那平静的帅气脸庞 小章鱼也不禁竖了个大拇指 知道是丈母娘还这么不慌 走上社会的人就是不一样 许医生果然稳如老狗啊 而坐在柜台里的章可则是望着天花板 头都不敢往下看 心虚 现在幕后黑手的心理反应就是心虚 非常的心虚 小章鱼拉着章鱼太后就要走 看什么看 有什么好看的 赶紧回家 章鱼太后却不为所动 干嘛 我来看病不行吗 小章鱼求饶道 妈 别闹了行不行 咱们走吧 章鱼太后却道 谁闹了呀 我不能来病吗 许阳医生 我不能来看病吗 当然可以 挂号费二十 许阳指着柜台 那边缴费 一听这话 张科两眼一翻 差点没晕过去 再争执的章鱼母女也停了下来 两母女皆错愕地看着许阳 小章鱼也惊呆了 许阳医生不仅冷如老狗 还特么胆大包天啊 章鱼太后也很吃惊 她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我去交钱 许阳则是有点纳闷 她想了想到 现在也没人排队 你也可以等看完了再一起交钱 章鱼太后盯着许阳看了看 像是重新认识的这个小伙子 她点点头 皮笑若不笑 行 行 那我就先看 小章鱼还想劝 章鱼太后提前堵她的嘴 警告道 那别说话了 小章鱼委屈地闭上了嘴巴 请问 许阳医生在吗 章鱼太后还没坐下呢 门外又传来一声 屋内众人都看了过去 二姐 小章鱼惊呆了 哎 你们也来了 章鱼二姐露出了惊讶之色 章可掐着自己的人中 一双漂亮的卡兹兰大眼睛不停地翻着白眼 玩犊子了 玩犊子了 要不自己跑路吧 现在买机票还来得及吗 小慧 你怎么也来了 章鱼太后也有些错愕 章鱼二姐笑着道 小姨 我这不是来看看小鱼的男朋友 可可 可可 章可在柜台里面拼命咳嗽 她都打算把废壳出来压住他们的声音 小章鱼立刻闹了一个大红脸 然后她震惊地看着章鱼太后 她愤怒地尖叫道 妈 章鱼太后顿时心虚起来 都不敢跟小章鱼对视了 她嘴里嘀咕道 大姐真不靠谱 小章鱼激动地叫道 你告诉大姨了 大姨知道了 那不全天下都知道了 章鱼太后心虚地眼神到处乱瞟 哼 小章鱼愤怒地哼了一声 挺帅的哦 章鱼二姐轻轻撞了一下小章鱼的肩膀 调笑了一句 小章鱼顿时脸红得更厉害了 瞪了她老妈一眼 然后又偷偷看一眼许阳 她居然发现许阳已经翻开了医书 卧槽 她居然开始安安静静地看书了 卧槽 许医生你真特么稳如老狗啊 小章鱼真是服了 而章可则是不停地抽纸擦着头上的冷汗 章鱼太后美好气地瞪了小章鱼一眼 摇了摇头 这小伙子帅是帅了点 但是没编制 这始终是个大问题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学历 后续也不知道能不能考进体制内 章鱼太后又突然开始发愁这个 章可站了起来 正想劝他们走呢 可不能让他们再留在这儿 不然迟早要完蛋 可还不等他说话 门口又进来两人 咦 嫂子 章可顿时一愣 那女人看向了章可 也露出了笑容 可可 你好 章可问 你怎么来了 对了 强哥呢 这女人就是宋强的媳妇 站在宋强老婆身边的还有一个中年男人 宋强老婆对章可道 呃 宋强啊 他今天有点事 我来帮他请个假 哦 章可有些奇怪地点点头 宋强有事为什么要让他老婆来给他请假 发个信息说一下不就行了吗 曹医生 章鱼二姐则是有些惊讶地看着那个中年男人 你们认识 章可有些错愕 章鱼二姐笑着说 认识 这是县中医院的曹德华医生 曹德华穿着一身有点古风色彩的短袖挂子 脚上也穿着布鞋 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 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 他看了看章鱼二姐露出了思索之色 你是 哦 是你 想起来了 你的妊娠呕吐好些没 好多了 哦 章鱼二姐话还没说完呢 张嘴又是一呕 曹德华吓一跳 直接蹦了起来 章鱼二姐差点没吐在他身上 曹德华有点猛 自己嘴巴是开过光是怎么着 怎么一说就吐啊 章鱼太后和小章鱼赶紧扶住了章鱼二姐 许阳也放下了医书 赶紧上前查看 二姐 你没事吧 章鱼太后也责怪 你说你也是 都让你别出来了 病都没好乱跑什么呀 赶紧回去 章鱼二姐捂着自己的胸口 难受的说道 我不回去 回去就要被我老公气死 我好不容易才出来散散心 哦 许阳蹲在了章鱼二姐身边 简单查看了一下 她对两人说道 这里面有个卫生间 先进去处理一下吧 好 章鱼太后忙答应一声 然后赶紧带着章鱼二姐进卫生间了 屋内几人都被这一遍过弄得面面相去 曹德华看了看地面上的呕吐物 眉头皱了起来 脸上露出嫌弃的表情 往旁边挪开几步 张可则是从柜台里面出来 在门后拿了一个托把 把这点酸水给脱掉了 她还问 嫂子今天有别的事吗 宋强老婆终没看了一眼许阳 这才点点头 对张可 有 要不我们进屋聊 笨 张可拖着地 抬头疑惑地看着她 哎 这时候宋强急匆匆从门外跑了进来 头发也有些乱糟糟的 感觉像是没收拾就出门了 张可更疑惑了 不是请假了吗 宋强拉着她老婆的手 有些急眼 你怎么真来了呀 宋强老婆理直气壮道 我为什么不能来 跟我出来 宋强拉着强扫往外走 干嘛呀 先出来说清楚 宋强硬是把强扫拉了出去 曹德华见着两人都出去了 得 她也跟出去了 第46章 你被POA了 这里就又剩三人了 张可搞不懂宋强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她愁啊 这一家子怎么办呢 也不能直接赶走吧 要不跟他们说本店打样了 还是直接把许阳敲晕了 张可一时间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许阳则是看着小章鱼露出了思索之色 你是不是 来找我看过病 啊 小章鱼一愣 张可差点没晕过去 他赶紧跳起来叫道 看过 看过 不是刚前几天来过吗 许阳又问 是来复诊的吧 叫什么名字 我查查病案 小章鱼黑着个脸 我叫章鱼 你有没有记性的 哦 许阳应了一声 快速查到了小章鱼的病案 他仔细地看了一遍之后 心中有数了 许阳看了看小章鱼的脸 问他 有没有感觉好一些 丽家来了吗 还疼吗 小章鱼嘟着嘴 哼了一声 不高兴道 好一些了 平时感觉也没那么累了 也有些精神了 晚上睡眠也好一些了 丽家还没来 许阳又问 有没有别的不舒服 小章鱼摇摇头 没有 许阳道 手给我 我再给你枕枕脉 许阳又给小章鱼做了脉枕 又做了蛇枕 然后他开方子 笑不更妨 再给你开七季 吃完了再过来我看看 如果有不舒服 随时过来找我 哦 小章鱼不高兴地答应一声 然后又很生气地戳了许阳一下 你啊 能不能在我妈面前表现得好点 啊 许阳一脸猛逼 嗨 张可跳起来咳一下 还有人呢 小章鱼又把到了嘴边上的话咽了下去 他跺了跺脚 又哼了一声 有些恨铁不成钢 许阳有点茫然 自己表现得不够好吗 在系统的那些年里 自己可是京城复刻名医啊 现在居然被说表现不够好 要不是许阳内心强大 他都要怀疑自己的医术了 这里还有人在 小章鱼一时间也不好多说什么 张可当然没那么笨 他在聊天的时候已经反复警告过所有人 来诊所的时候 绝对不允许跟许阳有亲密的表现 更绝对不允许在诊所暴露他们的关系 但是张可也没想到人家小姑娘的家长也来了 还是上门考察女婿 网络上的爱情也这么认真了吗 张可都想吐血了 再说 宋强几人出了门 就到隔壁阴凉的地方弹了起来 宋强有些急眼道 你们 你们 哎呀 宋强老婆问道 你哎呀什么呢 宋强挠了挠自己的满头乱发 他烦躁地说道 好了 好了不说了 走吧 赶紧回家吧 大哥 你也回去吧 又耽误你时间了 宋强老婆不乐意了 回什么家 正是还没说呢 宋强急道 说什么呀 宋强老婆道 不是说了吗 让我哥每个星期来诊所做诊几天 然后把那个小年轻赶走 你昨晚不是答应了吗 哎呀 宋强懊恼地说道 我那是喝多了 好了 咱不闹了 赶紧回家 宋强老婆强势道 回什么家 今天这事必须解决 那弄虚做假坑你的小子必须要解决 宋强都烦死了 哎呀 人家小虚挺有本事的 人家是男中医毕业的高材生 没弄虚做假 这回曹德华说话了 男中医 不会吧 毕业了来你们这么个小诊所 他别是哪个大专甚至高职毕业的吧 你见过他的毕业证吗 宋强一愣 那倒没有 曹德华叹了一声 哎 宋强啊 你被骗了啊 啊 宋强顿时一愣 曹德华道 就算他是男中医毕业的 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会治病吗 他能治病吗 他能比你这个从医十年的医生还会治病吗 这 宋强心中也生起了疑 的确不科学啊 曹德华嘴角露出自信的微笑 淡淡的说道 不怪你 你究竟太单纯 见得少 这一切都是这小子的套路 那些所谓的病人都是他请来的托儿 这 全是假的 宋强有些不敢相信 可是 可是那个口床患者 是我的病人啊 人家来找我的麻烦 还是小许帮我解的围呢 曹德华冷笑着摇了摇头 这才是这小子的心机深沉之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患者也是他请来的 他就是让那人来找你治病 先坑你 把你逼得没办法了 然后又帮你 你看看你 你现在对他多感恩戴德啊 连我们的话你都不信了 还一直帮他说话 宋强震惊了 真的吗 他 他心机这么深吗 曹德华回头往诊所门口看了一眼 语气沉沉道 你没有听过那个词吗 什么 曹德华沉声道 PUA 宋强呆住了 曹德华转过身拍了拍宋强的肩膀 叹了一声道 宋强啊 你被这个小子PUA了呀 宋强的老婆委屈的眼眶都红了 他道 哥 你可一定要帮宋强做主啊 曹德华道 放心 咱们都是自家人 宋强可是我亲妹夫 我怎么可能容忍别人这样欺负他 宋强的脑子还是猛的 曹德华 眯起了眼睛 眼中露出睿智的光 一步一步营造自己神医的人设 请托儿 再请托 请媒体过来拍摄 一边质疑一边证明 还在宋强身上搞PUA 呵呵 这小子道横不浅啊 深暗炒作知道 要不是小芬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你这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不仅想逼得你没工作 还想控制你的精神 可惜 终究瞒不过我 曹德华微微摇头 假的终究是假的 医学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成分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一切由我帮你出头 宋强的老婆愤愤地咬了咬牙 敢PUA到我男人头上来 我跟他没完 曹德华淡淡地说道 中医界就是因为有这样弄虚做假的人存在 所以才这么没落的 我今天一定要铲除这个毒瘤 宋强惊恶地看着他大舅哥 仿佛看到了正道的光打在了他大舅哥身上 这三人再度进入明星堂诊所 宋强跟在后面 脑子都是猛的 比昨晚上喝多了还猛 这一次宋强老婆的态度就强硬了许多 他愤愤地瞪了许杨一眼 对张可道 可可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聊一聊 怎么了 张可也不知道他们这气势汹汹的要干嘛 宋强老婆伸手指了指一旁的曹德华 略带骄傲地说道 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曹德华医生 县中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 中医妇科专家 也是名满天下的刘明达教授的徒弟 曹德华顿时便露出了矜持的得意之色 眼神都飘了几分 就是宋强听了这话 稍微有点别扭 而许杨则是放下医书 立刻转头惊喜道 你是刘明达的徒弟 曹德华见这个PUA高手都如此失态 他心中得意更甚 第47章 我是你大爷 曹德华看看震惊了的几人 很是得意 刘明达教授的名号就是好用 一说出来 大家都惊呆了 张可也有些惊愕 这人是刘明达教授的徒弟 他们县中医院妇产科 藏了一个这么大来头的医生 而许杨的目光则是一下子变得慈祥了 这人是刘明达的徒弟 自己是刘明达的师兄 那按照辈分来说 自己就是他大爷啊 原来是自家人 张可问道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曹德华用手随意划了话四周 他道 有些急事 还是近无聊吧 这儿还有病人呢 听到这话 张可眼睛顿时一样 他正愁没合适的理由 把这一家人请走 理由这不是来了吗 这不是 张可清了清喉咙 他对小章鱼道 你好 我们现在要闭门开会了 上午不接诊了 麻烦你 小章鱼还没说话呢 许杨却是疑愣 闭门开会 开什么会 呃 张可看向了曹德华 他道 人家曹医生远道而来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咱们不得认真对待一下啊 曹德华一听这话 眉毛都要飞起来了 得意一哼 自己这面子 宋强老婆也仰起了头 脸上露出骄傲的表情 宋强跟在后面不知道说什么好 许杨一脸莫名其妙 县中医院离他们这儿不过几公里 什么远道而来啊 他道 你们开会开你们的 我还得治病呢 张可说道 你不是给人复诊完了吗 许杨指了指卫生间 里头不还有个妊娠恶阻的吗 张可急到 人家也没说找你治啊 许杨奇怪地看了看张可 你平时不得想方设法让人来治病的吗 今天怎么还把患者往外推呢 张可顿时一噎 便是在这时 张于太后和张于二姐出来了 张于二姐不停地俯着胸口 往下顺起 另外一只手捂着肚子 他紧皱着眉头 都难受死了 张于太后这时候也没功夫再考察许杨了 就到 小于 走了 先回去吧 许杨则是看着张于二姐 问道 这位女同志 你这个妊娠呕吐用不用我给你看一下 患者还没说话 张可却抢先道 下次吧 我们现在要开会 许杨奇怪地看着张可 而曹德华却淡淡说 没事 不着急 先让许医生看完病 我们再聊也来得及 张可错愕地看着曹德华 你特么不是说有急事 怎么又不急了 特么地 叛变了你还 哥 宋强的老婆也拉了拉曹德华 曹德华转过身小声跟他们说 郑愁没什么确实的把柄弄这小子呢 正好现成的患者上门了 宋强老婆明白了 这人不会是托儿吧 曹德华小声道 铁定不是 宋强老婆放心了 张于二姐抬起头 捂着胸口 忍着不停翻上来的恶心感 她问 你能治吗 张于太后却道 小慧 你现在怀着孕呢 别乱吃药 妈 小张于瞪了她妈妈一眼 张于太后抿了抿嘴 她可不怎么相信中医 平时有点不舒服 找中医调理调理也就算了 现在都怀孕 谁知道能不能吃中药 吃出问题来怎么办 许阳皱起了眉头 曹德华有些言语地说道 你让许医生看看嘛 这个民间呀 还是有很多好中医的嘛 许阳对着曹德华点点头 这便宜失职还挺会说话 张于二姐整张脸都皱在一起了 她对张于太后道 小姨 我真的很难受 好恶心 张于太后紧张地问道 要不送你去医院 张于二姐摆了摆手 不要 医院 根本没用 我中医西医都看了 都没用 这曹医生 我也找他看过 也没好 曹德华的脸当时就是微微一致 宋强和宋强老婆都看向曹德华 难怪他说这女的不会是托儿了 感情他自个儿也翻车了 许阳问曹德华 你没给他治好 曹德华神色有些不好看 他争辩道 那 中药见效本来就没那么快 而且他可能是他的身体也有别的原因 而且你吐得这么厉害 药都被你吐掉 最好等一下还是再去医院检查一次 许阳安慰他 道 不要紧的 没哪个医生敢说一定能一次治愈的 再仔细辨证一次就是 曹德华整张脸都不对了 他斜着眼睛看着许阳 装什么逼呢 我特么用你一个小年轻安慰我 许阳看着几人 语气平淡地说道 不想用药的话 可以先试试针灸 针灸 几人都是一愣 曹德华好奇问 你还会这个 许阳对他微微一笑 和善地说道 我会一点 小章鱼两只眼睛亮晶晶的 是不是像武侠片里的那样 B.I.U.B.I.U.B.I.U. 然后就好了 许阳无语道 少看点无聊电视 哦 小章鱼委屈地答应一声 章鱼二姐捂着胸口 难受地问道 针灸能管用吗 许阳回道 针灸的话 见效会快一些 等下再配些药 真要病重 效果会更好 章鱼二姐有些犹豫 小章鱼在一旁起哄 二姐 试试嘛 他很厉害的 章鱼二姐虽然很恶心难受 却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试过了 小章鱼的脸疼得一下子就红了 章鱼太厚 那足以能杀人的眼神 立刻斜看了过来 柜台里的张可眼珠子都瞪大了 小章鱼脸都下白了 忙白手 没有 没有 小章鱼忙解释 我是说针灸 挨压 姐 你就是试吧 你也不想一直这么难受吧 好吧 好吧 我确实恶心的不行了 章鱼二姐答应了下来 许阳指了指自己身边的座位 说道 来 坐吧 许阳开始对章鱼二姐进行诊治 其他人都在一旁看着 许阳一样一样问过去 四诊和餐 全部做完 许阳写一案 一边写 他还一边说 女子认身之后 血距包工 肝主藏血 此时藏血不足 血不养肝 肝血越须 肝火越旺 再加上比如七星内伤 欲怒伤肝 肝火一旺 目望成土 就会横腻范胃 再加上认身之时充卖气胜 充气加肝火上腻范胃 导致肝胃不合 胃湿和降 所以会吐得厉害 还有一个原因是脾胃虚弱 脾胃生轻 胃主降灼 脾胃虚弱 生降失常 胃湿和降 还有也是跟充卖气胜有关系 认身之时 血距充人养胎 充卖则会气胜 充卖隶属阳明 亦犯阳明胃 如果脾胃虚弱的话 亦被充气胜逆所犯 而致呕吐 一般情况下 是这两种病机 但是呢 这是教科书上的说法 我们在临床上呢 一般细分三种 肝傲气腻 胃气不合 还有中虚胃寒 除了主政之外 一定要顾及兼证 许阳写好病案 抬起头 露出了和善的微笑 记住了吗 其他人看得很迷 这许医生对谁都是那副淡定从容 不苟言笑的模样 唯独对曹德华脸上却堆满了温和的笑容 什么鬼啊 要不是看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 小章鱼都感觉自己要粗意翻涌了 曹德华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他忍着不是道 你 你治你自己的 许阳微微摇头 又问 你做了什么诊断 开了什么方子啊 曹德华更迷了 你管我那么多呢 许阳却道 我不知道你开了什么方子 怎么知道你错在哪 第四十八章 你师父没教你吗 许阳这口气大的呀 旁边人都看不下去了 在大家眼里 许阳就是一个小年轻啊 还没编制 只能卧在小诊所里 可是人家曹德华高低 也是各县中医院的副主任啊 而且年纪也比较大了 本事怎么着也比你这个小年轻好吧 曹德华也很意外地看了许阳好一会儿 你来教我 行 行 患者呕吐黄水 头晕 大便干燥 舌苔薄膩 根微黄垢 口干艳苦 脉象贤术 症状非常明显 就是肝胃不合 肝火旺盛 横腻范胃 导致胃气上涌 痰灼不降 舌象和脉象都证明了 他的症状也符合肝火旺盛的病因 不然何来口干艳苦 头晕之症呢 既然是肝胃不合 痰灼不降 我以一宗金剑的家卫温胆汤煮汁 有什么问题 二尘汤 生姜生姜造施化坛 酱腻之偶 黄琴 黄莲 逐入清干热 除烦之偶 只是宽胸何味 调气酱腻 麦冬 如根养阴清热除烦 要不要我再把剂量告诉你啊 许医生 最后几个字 曹德华用上了言余的口气 说完之后 他吃笑了一声 其他人也听了一呆 宋强知道他大舅哥的医术科比他强多了 人家是正经的副主任 这诊治多合理 宋强老婆则是露出了骄傲之色 他斜着眼睛俯视着许阳 他倒是要看看这个假货今天怎么先行 小章鱼一脸不愤 他最受不了别人在许医生面前装逼了 可是他憋红了脸 也憋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 连章鱼二姐也忍不住看向了曹德华 他也没想到治病还有这么多弯弯绕 感觉这个曹医生很厉害的样子 章鱼太后也对着许阳微微摇头 何苦呢 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章鱼太后对许阳的评价又扣了好几分 曹德华看了看身边这几个不明较力的朋友 他微微扬起头 在这个民间小破诊所 自己还不能做高人了 张可瞥了一眼曹德华 皮笑肉不笑道 你说的这么厉害 怎么没给人治好啊 曹德华身子一晃 高人姿态瞬间保持不住了 小章鱼看向张可 立刻露出了佩服的目光 卧曹一语至死啊 这姐姐真厉害 其他人这才回过神来 对啊 你吹得这么厉害 不是也没吃好吗 曹德华脸上立刻就挂不住了 那是见笑眉这么快 你知道吧 还有你肯定也吃了别的药 这相互影响 你等下跟我回医院再检查一遍 错了 什么 曹德华一愣 许阳微微叹一声 不是这样治的 曹德华没好气问道 那你说怎么治啊 许阳看了看曹德华 又看了看宋强 虽说曹德华比宋强强很多 可还是差了些 他道 辩证错了 患者并不是肝火旺盛 肝胃不合 而是终须未寒 什么 曹德华差点没笑出来 宋强也是听了一呆 虚寒 曹德华摇头笑了笑 佩服道 许医生果然医术高明啊 虚寒 呵呵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厉害 宋强也很困惑地看着许阳 怎么可能是虚寒呢 难道他之前真的都是在骗人 宋强老婆也哼哼两声 果然暴露了吧 这个PUA大王 曹德华好笑地问道 哎 许医生 你倒是告诉我 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口干口苦 心中烦热 脾虚未寒 什么时候来了个口干口苦了 许阳却道 口苦 未必一定是热症 圣祭总路胆门中有味胆虚生寒 气以胸隔 头炫口苦 尝洗太息 多嗷素水 曹德华的笑容顿时在脸上僵了一下 他争辩道 那只是很个别的情况 你看他除了口干口苦 他舌胎还薄黄你呢 脾胃虚寒的人 怎么会是黄胎呢 许阳又道 但舌白胎亦有热症 皇后满胎亦有寒症 舌降无精亦有痰症 当乙脉 正 便你残肝 同志 麻烦你再把舌头伸出来一下 许阳对章鱼二姐如是说道 哦 章鱼二姐再次吐出舌头 许阳指着说道 舌疹的时候可不能单纯只看舌胎 更要注重舌智 如果他的舌智红而台黄 多为脏腑肌热 可若是舌智不红而台黄 多是内含外热 曹德华都听猛了 其他人也听了精彩 这治病怎么听着像是在破案 抽丝过减的 怎么这么多假信息啊 不对 不对 曹德华忙叫了两声 他道 你说的这些都只是概率很小的病症 那还有脉疹呢 他可有树脉 树脉主热啊 曹德华松了一大口气 他差点被许阳绕进去 还好有脉疹为证 许阳对着曹德华点点头 微笑着说 能诊出树脉来 也算不错了 曹德华翻个白眼 我特么用你夸我 许阳又道 没错 树脉是主热症 有虚实之分 有食热也有虚火 患者自然也会口苦口干 但是啊 我们治病不能这么想当然 脉里求真有云 是已有人见树脉 多做热症 拒之脉有真假 树有虚实 仍需查其兼证兼脉 脊脉有力无力 以为分而 如细小强滑 细数软绵 纵有身热 蓄意温质 许阳又对曹德华道 你再仔细诊诊他的脉 看看还是贤树之脉吗 你的脉诊可不够认真啊 曹德华一下子就尴尬起来了 那你说他 他是什么脉象 许阳答道 左细贤术 又华术 曹德华正在了当场 许阳耐心地跟他解释道 细脉呢 跟贤脉很像 但是细脉是暗之如丝线 贤脉则是暗之如公贤 细脉沉细而软 贤脉暗之如公贤 你不认真啊 曹德华被批评了有点迷 许阳叛了一生 虽说在这个世界 没人知道自己是前老的徒弟 刘明达也不会记得还有他这个师兄 但是系统里那八年多的感情不是假的 许阳在内心里 也一直是以前老传人的身份要求自己的 所以对曹德华 他还是很耐心地去教他的 许阳道 诊脉呢 一定要认真仔细 全神贯注 且不可随意对待 不然会非常容易出现误诊的 细脉煮虚一煮诗 脉里求真约细为阳气衰微之后 这种脉相也是可以主证阳气不足的 当然了 这不足以绝对判断阳虚 再看他的闲脉 闲脉可主肝病 但也主瘧疾 痰瘾和疼痛居乱 四诊绝微中云 齿肤咸疾 下不为痛 沉闲细色 阴症寒基 我们做诊断 一定要四诊和餐 小心谨慎 你不能看见闲脉和树脉 又看见患者似乎有热症 就什么都不管了 断定人家是肝火旺盛 甘味不合 许阳语气中带着批评道 这个患者的兵脊藏得很深 你一次没有诊断出来 也很正常 可你已经在用了良药无效之后 怎么还这么固执己见呢 居然还能把责任都推到患者身上 还说人家乱吃药 还说要见效慢 如果你用药对这么话 见效能慢吗 曹德华嘴唇微微颤抖 竟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这一刻 曹德华像是看见了上个月来 他们县中医院指导的 那个来省中医院的何东军老专家 当时老专家说话就是这种语气和气势 许阳跟那位省中医院的老专家一模一样 曹德华都看啥了 许阳也很奇怪地看了看曹德华 他问 这些你师父都没告诉过你吗 曹德华一下子脸就红透了 宋强小心地看了一眼 他大舅子的脸色微微摇头 第四十九章刘明达怎么教的 曹德华的脸色当时就变得巨难看了 宋强也一脸兴兴然 别人不知道 他是清楚的 什么刘明达教授的徒弟 简直是鬼扯 人家刘明达教授是大学教授 曹德华不过是上了刘明达教授的课而已 撑死了算人家学生 还非得往自己脸上贴金 说是人家徒弟 得亏他们这里是个小地方 没人去求证 不然非得被人给笑话死 曹德华很想反驳 可是他竟然无法反驳 因为他突然觉得许阳说得好有道理啊 这一刻 他竟然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 难怪他用药无效 曹德华咽了咽口水 看着许阳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其他人看看曹德华 又看看许阳 他们虽然听不懂 但是感觉好像是许阳说赢了 他赢了这个专家 章鱼家族几人纷纷震惊 小章鱼则是兴奋不已 都快跳起来了 他就知道许阳一定能赢的 章鱼太后也吃惊地看着许阳 章可则是摇了摇头 曹德华尴尬得无地自容了 许阳叹了一声 语重心长地说 行医啊 尤其是我们中医 没有别的诊断方式 望闻问切靠的全是自己 所以一旦我们不仔细了 那就很容易会误诊的 中医治病 就是要靠四诊喝餐 冲开重重迷雾 直达病剂 这一切都离不开 仅剩二字啊 你要记住啊 在系统里的那些年 许阳也带过不少新医生 他都是认认真真 仔细仔细地教人家 尤其曹德华还是自己失职 许阳没理由不好好教人家啊 许阳看了看曹德华 见对方脸都憋红了 他以前说那些年轻医生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 许阳的语气又转软了几分 他道 这位患者的兵机特别难寻 脉相和舌相都会误导 尤其是脉相 更是没有特别典型的寒相 若是又关闲 那倒是好判断了 可他偏偏又是左闲 若是让我第一次开方 也会很容易弄错的 不过你既然第一次开良药无相 就要考虑到是不是胃寒 这位同志 你平时是喜欢喝热的 还是喜欢喝冷的 许阳问章鱼二姐 章鱼二姐回答 我 喝热得多 热得喝了 肚子里暖暖的 比较舒服 许阳点了点头 其实这也是不是热症的一个佐证 曹德华的脸色更难看了 许阳又问曹德华 如果手枕的时候 不能特别确定 怎么办 曹德华脸色仗红着 这时候打了也尴尬 不打也尴尬 好尴尬呀 许阳回答 我们可以先用半夏 熟米汤食一下 既然确定了他有弹灼中足 又有藕腻 肯定是胃气上腻 如果服用之后 还是呕吐 那就基本可以确定是中虚胃寒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半夏是可以化痰降灼 和胃降腻的 熟米又可以异阴阳味 可若是中虚胃寒 中气虚弱 寒足余味 阳气失宣 弹食中足 寒气足余味 单用半夏化痰降灼 是降不下来的 这时候一边温中补气 一边化痰降灼 阳气一宣 弹食自无 气机就不会乱了 升降有序 呕吐自停 这时候应该用什么药啊 许阳又问曹德华 曹德华这时候都想哭 许阳微微摇头道 应该用干江人参半夏丸啊 温中 补气 降腻 化痰 说完之后 许阳还小声嘀咕一句 刘明达怎么回事 这徒弟怎么教的 宋强不忍直视 怎么感觉自己大舅子比自己还惨呢 曹德华突然感觉有点委屈了 宋强老婆还不服输道 你嘴上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有能耐给人之好啊 许阳本来还想用针灸的 但是想了一想 他又把针灸喝放回去了 他道 也好 就用药物治疗 其实只要辨证正确 对症治疗 见效是非常快的 许阳开药方 干江六克 人参六克 致半夏九克 三味共同盐细粉 每次各服用一点八克 服用前滴入生姜之四五滴 可可 开方抓药 许阳对张可说了这么一句 张可应了一声 赶紧去抓药抹粉了 许阳继续对曹德华道 干江人参半夏丸呢 是精快药略理的方子 它是丸剂 但是如果患者呕吐的厉害呢 就改用散剂 磨成粉 用温开水冲服 这样吸收快一些 见效也会更快 剂量不用太大 治疗认身恶阻啊 用药一精简而不滋腻 这样静药就不至于呕吐 不然患者一吃药就吐出来了 那不是白吃了 这方子有半夏这味药 古人说半夏害胎 但是前人终于实践后发现 小剂量的半夏不会有太大关系 但是一定要记住了 如果曾经有流产过 或者是习惯性流产的 应当慎用半夏 或者避免不用 可以用生姜六克来代替 许杨微微吐出一口气 这些用药知识 不是应该刘明达跟她说的吗 结果弄来弄去 还得自己给她上一次课 这要不用煎 很快就好了 章鱼二姐服用之后 立马就舒服 也没那么恶心了 中医开药 用中药影片煎煮的叫汤剂 其他便于携带的 有完散高单四种 完剂一般吸收比较慢 但是药力持久 通常用于致慢性病 不过也有急救的 比如安公牛黄丸 散剂就是粉末 这个吸收快见笑快 许杨改完为散 也是见患者呕尼难受 想快些见笑 很明显 见笑很快 看见了确实的疗效 曹德华终于没话说了 疗效才是硬道理 他没治好 许杨治好了 这就是硬道理啊 曹德华脸色尴尬极了 曹德华对着许杨点点头 他认真的看着许杨 沉声道 长见识了 不错 不错 告辞了 张可在跪台后急了 他们要是走了 这一家子怎么办 他急忙喊道 别走啊 你不是说有急事要说吗 喂 许杨也一阵好气 自己好心教他半天 就这么走了 宋枪老婆还不肯走呢 他道 对 是 张可则是眼睛一亮 好 那个我们要开全体大会了 许杨快来 宋枪都想捶他老婆了 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他拉着他老婆赶紧往外走 他老婆大叫道 那事儿还没说呢 说个屁 宋枪强行给他老婆拉了出去 张可欲哭无泪 第五十张查他的来历 不是 你拉我干嘛呀 那小子的套路我还没揭穿呢 宋枪老婆还不服气 宋枪都想捶这个傻娘们了 他哭笑不得道 大姐 别丢人了行不行 宋枪老婆嚷嚷道 怎么丢人 那小子搞PUA不嫌丢人 我还能怕丢人 宋枪都服了他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重点是这个吗 你们女人都这么抓不住重点的吗 宋枪老婆大声道 怎么不是重点 他这么缺德 这不是重点吗 我靠 宋枪低声骂了一句 你们女人怎么一听PUA就这么上头 得了 赶紧去看看你哥吧 都快疯了 宋枪老婆的注意力 这才从PUA上面转移出来 看向了走在前面的曹德华 曹德华脸色惨白 难看极了 脚下飘飘地走着路 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 这一刻他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哥你怎么了 宋枪老婆终于发现曹德华不对劲了 曹德华脸色难看 双目茫然 难难自语 不应该啊 他是谁 他是谁 不应该啊 不可能啊 哥 宋枪老婆拉住了曹德华使劲晃了晃 曹德华这才回过神来 他扭过头巾问 怎么了 宋枪老婆问 你怎么了 神神叨叨的 曹德华转过头去 非常不敢相信地摇了摇头 我只是在想这不可能啊 宋枪老婆道 有什么不可能的 他就是PUA了 宋枪真服了 这女人魔症了 宋枪叹了一口气 对曹德华说道 大哥呀 我都说了这小区很有本事 他是真会治病的医生 你还非不信 嗨 这事闹的 曹德华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他真是男中医毕业的 宋枪道 那肯定是哦 曹德华又问 他毕业多久了 宋枪回道 才毕业啊 曹德华又开始怀疑人生了 不可能啊 就算是男中医毕业 也不可能有这份本事啊 刚毕业的学生懂得屁啊 他是不是有家传 他是哪位老中医的传人 宋枪茫然地摇摇头 没有吧 他家好像不是中医师家 而且他好像也没有师父 不然刚毕业应该再跟师超方啊 曹德华嘴都别了 这回是真开始怀疑人生了 宋枪也很迷惑 不过话说过来 他前段时间还只会开四五汤 就这个把星期 突然厉害得不像话 可可说他是天才 那只能这样解释了 曹德华想了想 对宋强道 你把他的姓名 照片 身份证号码给我弄过来 宋强一愣 你要干嘛 曹德华道 查查他去 正好我在男中医也有熟人 宋强道 不是 你查他干嘛 曹德华道 这小子这么邪性 我查查怎么了 我今天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 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 我还不能知道这小子的来历了 特么的 他还对我用PUA 啊 宋强都傻了 哥 他也对你用了 宋强老婆一下子激动起来 曹德华肯定的点点头 没错 我差点得到 连销带打啊 又是质疑我 又设圈套让我出丑 还批评我 骂我 弄得我下不来台 然后又安慰我 还给我说医学经验 我特么要是职场经验差一点 我都要以为他是个好老师了 这不就是职场PUA吗 先骂后安抚 还带教育和知识传授 宋强都服了 这特么叫个鬼的PUA啊 阴险小人 宋强老婆恨得牙痒痒 宋强更服了 曹德华对宋强道 那尽快给我弄来啊 不许拖 说完 曹德华沉着脸 闷头走了 宋强则是有点迷 什么鬼啊 什么PUA 什么出丑啊 人家哪儿骂你了 哪里羞辱你了 不是教了你半天诊治经验吗 这种宝贵的诊治经验 许多老中医都是不舍得传授的 怎么还结仇了 宋强想不通 再说明星堂诊所 许阳对张可道 可可把他剩下的药包一下 然后许阳对张鱼二姐说道 这些药拿回去 一天吃个两次到三次 大概吃个三四次的样子 就差不多能好了 吃完了 我再给你看看 如果到时候再有变化的话 我们再另外开药 张鱼二姐惊讶道 这么快啊 那不是一天就能好了 我之前可是吃了好久的药啊 还去医院里挂了好几次针 许阳对齐点了点头 对症的话 中药见效是非常快的 反正你吃完了 再复诊一下就好 好嘞 张鱼二姐笑嘻嘻地答应一声 他被这个妊娠呕吐折磨很久了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现在好不容易舒服了 他心里别提多美了 张鱼二姐撞了撞小张鱼的肩膀 道 哎 你男朋友真厉害 小张鱼一下子就羞涩起来了 脸红的呀 张可站在后面发抖 瑟瑟发抖 张鱼太后现在看许阳顺眼多了 她可是见过张鱼二姐呕吐不止的凄惨模样的 真是吃啥吐啥 找了那么多专家都没治好 居然被这个小医生给治好了 她竟然比县里的专家还厉害 张鱼太后满意的汗手 虽说这小伙子没编制吧 但至少人家有本事 有本事就不容易饿着 张鱼太后 现在对许阳的印象分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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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阳把桌子上的书收拾一下 问张鱼二姐 怎么了 跟老公经常吵架吗 张鱼二姐愤愤道 她老气我 许阳道 别老生气 女子以肝为先天 且女子禀肃肝旺 一旦生气或者抑郁 就会伤肝 很容易干预的 尤其是你现在妊娠期间 血聚包工 血不养肝 本就很容易肝火旺盛 你在一生气 肝火就更旺了 恨你饭味 也会加剧你的妊娠呜吐的 要保持情绪稳定啊 张鱼二姐嘀咕道 我也不想生气 小章鱼问 姐 姐夫又怎么气你了 章鱼二姐哼一声 我说我想吃高铁上的盒饭 结果她居然去高铁站里给我买了一个 你说我生不生气 啊 小章鱼都傻了 许阳也无语地摇摇头 她指了指柜台 那边结账 章鱼二姐一愣 我还要钱 章鱼太后白眼一翻 小章鱼也很尴尬地拉了拉章鱼二姐的袖子 姐 章鱼二姐抿了抿嘴 小声道 你男朋友可够抠的 小章鱼更尴尬了 最后章鱼二姐去付钱了 这一次 章鱼拿钱的手都是抖的 章鱼家族的人离开了 章鱼坐在椅子上 一脸惊魂未定 等稍稍定神之后 她拿出了手机 准备毁尸灭迹 却听见耳旁响起一道声音 呦 聊得挺开心啊